我们会非常的关注所有学校校园暴力后续的行为 我在今天早上跟张述德局长短暂讨论过后 我们也考虑要求校方针对可能产生校园暴力的学生分子严格列管 然后我们也不排除在征求家长的同意下 将可能会有这些暴力或知识的学生 我们会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法令宣导 针对日前发生校园暴力事件 市长谢国良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处置方案 那在经过这一阵子的讨论跟前几天 我们在府内又开了一次会 那我们未来决定针对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行为人 我们会由少府会会同少年队 会进行一周一次长达一年的辅导 这个一周一次就是大约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课后 我们会由少府会陪同少年队 会陪同这个少年行为人 也就是持棒挥打这个他的相关同学的这个行为人 会来对他进行辅导 每个礼拜五我们都会对他进行辅导 那预计是长达一年左右 政府将针对世报学生寄出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辅导计划之外 谢国良也向学生们喊话 所以针对这些高危险的校园少年分子 我们会考虑在征求家长的同意后 将他们集合起来进行法令宣导 以及校园安全意识的认知 那也要列管这些平常就在学校作威作福 或是动不动就以考虑伤害其他同学作为方法的这些学生 来等于是在学校塑形他们的不良的行为 所以我想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对于校园暴力这件事情 我们是非常的深刻的感同身受 而且一定会执行到底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在学校就请好好尊师长有同学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也请不要挑战基隆市政府 以及基隆市警方的公权力 就像这位持棒的同学 未来一年每个礼拜五的下午 大家下课后 他都要附上庞大的时间成本 来对他过去的行为来弥补 市政府全力防堵校园暴力事件发生 将与警察局少府会一起携手 建立安全的校园 让学子安心就学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